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在這邊主要 再說明一下就是 S它是一個Stream Stream後面會有一些 它是一個Stream 那裡面會有一些方法 這個ECOS就是 Stream 類別裡面的一個方法 所以如果各位要 多了解這部分 字串有哪一些方法的話 其實相關參考書集都有 就是你可以看那個 Stream 類別的 相關的方法的應用 那個章節大半書裡面一定都會有 裡面會有一個方法就是 ECOS 也就是說 在數值上面的 比對你可以用等於 兩個等號互相比對 可是你這個地方 你不能說把這個Stream 你用了嗎?你如果寫成像 像這樣等於等於 然後這樣來比對的話 其實這樣來 來比對 其實這樣來比對 你邏輯上你感覺是 好像是通的 可是因為它不是數值 它不是數值的話 你這樣子比對就不會是正確 你看起來 這兩個比較的話 那不過特別注意 就是說這邊還有版本上的差別 如果是 SDK 1.6以前的版本 這樣是不合法的 可是在1.7之後的版本 我看那個新的說明裡面 這樣卻是合法的 它也可以幫你把這樣兩個 比對出來 也是自傳1.7以後的版本是OK的 可是你還是要考慮到就是說 SDK有這麼多版本 如果你Round的環境是1.6的話 那就不OK了 所以這樣的寫法 在新的1.7其實可以合法 但是你要考慮到環境的問題 所以我們還是盡量避免錯誤的話 請各位把它怎麼樣 如果你是自傳 請用ECOS的方法來比對 那另外ECOS 其實也不用寫 如果你有大小寫對不對 其實點下去 你就S點下去 你就打個E 你會發現呢 裡面會跳出E開頭的方法 對不對 那其中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ECOS 那底下各位有沒有看到 一個叫什麼 ECOS 然後什麼 SNORCASE 那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忽略大小寫的意思 所以如果說你有大寫又有小寫的話 那你就不用寫兩個判斷 還偶了啦 你就直接怎麼 用ECOS CASE這個就好了嘛 你就 如果比對的話 你用這個方法 後面加上什麼 加上比對的那個字串 比如說要比對的是 你平常大寫小寫M的話 它就會幫你比對 它這個M裡面還包含小寫M 這個也是 那因為我們這個範例主要是 了解或 &O 那個邏輯判斷 那所以呢 我們就順便講一下 會有這個 Ignose CASE 那使用方法你會發現 其實非常簡單 也不用去實際 以後如果你要找到這個方法 你只要點一下就好了 打個1 就有出來了 所以以後 也不用去實際方法 那我講過嘛 你要了解就是什麼呢 它每一次後面也會挑出說明 所以你把說明大概看一下 你就知道 忽略大小寫嘛 其實它就等於有一個字典在那邊給你查 你也不就不需要那麼辛苦 一個慢慢去死背那麼多東西 那這個地方的話 順便講一下 那如果Ecos就是它有區分大小寫 那這裡的話判斷完之後會有一個值 Sex裡面的話會有123 那再來另外順便講一下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地方 Switch後面就是針對上面給的這個值去做判斷 那我們一般會輸出到那個底下的console 所以你會發現我在執行的時候 我比如說這個地方會跳出一個視窗 輸入之後m 那它在底下顯示 不過這樣感覺好像沒有很連貫 所以乾脆怎樣 你們如果將來嘛 希望喔 跳出來就另外再跳一個視窗 那會更好 其實甚至你可以把這個Java的程式 把它打包之後 你也可以在Windows裡面弄 其實我們也可以在Java裡面去畫出那個視窗 也是一樣可以把它當成視窗的開發 然後視窗來開發 不過這部分導師一般是用的比較少一些些 那這裡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這個其實Joption Pen 它就是一個Swing裡面的一個類別 這個類別裡面它可以做哪些事情 各位其實也可以看一下 裡面的話就有這些 比如說Show Input Dialog 有沒有 Input Dialog就是輸入的對話 對話視窗嘛 那另外它有什麼 Show Message Dialog 所謂Show Message Dialog 就是我可以Show一個訊息出來嘛 那所以其實還有什麼 Confirm Dialog 還有這個Option Dialog 當然很多 各位可以看一下裡面相關的說明 如果你對這個類別有興趣的話 想要常用它 裡面其實有蠻多東西 那其中有一個 我是覺得我們可以把這個地方 其實如果你要把它秀出視窗 也非常簡單 我如果說不要秀在這裡 我要秀出一個視窗的話 其實你就直接怎麼樣呢 把這個JHM Pen 其實你會發現Java 在Eclipse裡面有這種 IDE的環境下非常方便 因為你點下去打一個Show 打一個SH Show M 好了 你會發現Show Match Dialog 就跳出來了 那其中 會有三個 你想說 老師三個都一模一樣啊 那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其實各位可以看一下 主要 關鍵就在這個地方 其實將來你們慢慢 如果有跳出好幾個 一樣的名稱的方法 差別其實就是在 傳的參數 各位可以看到 Show Match Dialog 刮虎 這個裡面的話 有沒有 它其實就是一個參數 只有一個參數的話 就是意思就是說 裡面傳的只有一個Message 我如果只要很單純 我就是一個Message 我就是 Show一個訊息出來 你就選第一個 那你如果說 選第二個有什麼差別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有沒有 差別就是說 除了Message之外 它還有什麼 Title 所以如果說你要Message之外 還要Title 你就選第二個 那第三個有什麼差別呢 如果你還要一個什麼 Icon 也就是你要給它一個圖膽的話 它也可以在 Show Mesh Dialog 上面也會 Show出一個 Icon出來 那我們這個地方 乾脆先簡單一下 用第一個 Enter之後的話 必須要傳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 它會問你說 你的Parents Component 就是你的 副成啦 因為它 視窗有 這個 階層 那因為我們沒有 我們直接從 我們直接就跳出訊息了 所以我們沒有 Parents Component 所以我們直接給它Nur就好 按Enter 用選的就好 那Message在哪裡呢 Message就是 底下這個 您是男性 你就把您是男性 把它 偷懶貼上去一下 不用重擋 OK 那這樣的話 我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呢 我們來試試看 如果是E的話 直接執行一下 這邊呢 就輸入F好了 按確定 F是女性 M才對 按一個確定 有沒有 您是男性 那這邊會有個訊息 那如果說 你要Title的話 你就選第二個 這邊Title就改 如果你除了Title之外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Icon Icon應該 我記得好像是這個 那你就自己再找一個 Icon 把它改一下 所以你這個 Show Mesh Dialog 你就可以很輕易的 去Show一些東西 而且非常簡單 所以這部分的話 那其他 這個後面的話 就可以把這一行 如果你不執行到Ctrl 你可以把它 Ctrl加斜線 把它註解掉 那其他部分 稍微改一下 這一題 就又可以有一些 新的花樣出來 那這個是 關於剛剛這一題的 一個修改 另外 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同樣的邏輯 假如說 我今天要一個 票價的判斷 比如說輸入一個整數 如果輸入1的話 是幾 那1號站 多少錢 對不對 那如果是2號站 多少錢 24塊好了 那如果3號 有沒有什麼 沒有3號 但是你輸入3 抱歉 沒有這一站 那你當然可以改 比如說你可以改一個什麼 叫什麼 中校新生站 多少錢 中校復興站 多少錢 什麼什麼站 你可以做一個switch case 最後的話呢 可以把它跳出來 所以這個是前一題的延伸 那這一題就是 也是switch case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 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就是了解一下 一個nose case 跟這相關的 這還有一個 show message dialogue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